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阅位 主裁办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这个球进球无效 这次一对一的情况下抢回来 杨宁分给队友胡顶的位置 没有挺好呀 绝佳的机会 安克尔尔肯今天脚上的感觉并不好 第一下的处理球总是停不到位 这下前点被解围 这边大人队在比赛进行到15分钟的时候 在课场先拔头筹 我们看到这一次是胡顶的位置 突然之间的起脚远射 这条球的角度要得很掉 回过来 转到右边 进去当中 毛月杰 胡顶 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包住 开出来 一点被广西队的队员征到 二点 往前刺 把球先破坏出来 这一下 哎呦 外围再打一脚 荷晓强的大门 左点看出来 这一下我们看到进去当中 攻防球员先犯规 上前的逼抢 哎呦 这球 手边没有把球控制住 严鹏没有拿住 毛月杰还在追 要提高这定位球的质量 看出来 这球直接悬向了球门 投球一蹭 进去当中 连续的调整 横向盘大 右脚打门 这一下被挡出底线 左边 何小强 这一下毛月杰 门前的打门 哎呦 这球打偏了 小西队是场上表现更好的一方 也是更加熟悉场地 来看一下这次的反击 这球拿住了 杨韵 给到队友 进距离 小角度 这次的打门 这下门前 这球进了 当比分翻平 杨韵 内部传过来之后 底线附近扫回来 这球郭子成 传的质量恰到好处 这球倒过来 毛月杰外围 右脚的打门 这球又是打高了 头球后蹭 倒过来反击 走左路 远球城 给到远端 又是张笑 哎呦 最后这一下 能够看到广西队 下半场回来 这一波人员的调整 还是很有效 这一下 内部的空当 面对守门员 打倒了机会 这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57分钟 广西恒城反超比分 这边郭子成 船射建功 找到了挑射 完成破门 这是右脚 轻巧的挑射 这球非常 左边 挑回来 再分边 袁秀成 起脚传中 后点的位置投球 哎呦 这球又是 形成的威胁 又是张笑 投锤 两个助攻 这边又是反击的机会 张笑 左脚的传球 转移到远端 杨远 挑回来 门前的推射 这球进了 这边 连续的调整 这脚打门 打的质量很高 进去当中 再给后点 又是被挡出 左边 远续的配合 转身的大门 这边门前 哎呦 这球 擦着力柱出的底线 这样的话 主赛判一升 长绍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广西横尘是在 主场 下半场比赛 连入两球 2比1 逆转 战胜 大连赢博 1 2 2 1 3